真好 对不对 各国的选手可能一地训练到处 全世界都去 往美国 往欧洲去 往哪边有厉害的 能够增加选手的这个水准 应该是最重要的目的吧 我觉得有些事情要持平而论 比如说我们现在电视墙看到这位叫做齐哥的 OK 他是在2004年的时候 他那时候来台湾 OK 他可能他身体有些问题 他有生病来台湾 生病来台湾看病 那时候看到林如 精为天冷 因为齐哥其实他真的厉害 他是中国国家青年队的总教练 男子组的总教练 他原本不想教的 可是看到林云露打得很不错 他觉得很有灵性 然后再加上林云露的爸妈一直拜托 OK 就开始教他 那林云露也是在那个时候技术开始转型 所以说我觉得有些事情呢 叫持平而论 比如说有一天李正浩我功成名就 我现在还没有啦 有一天我功成名就 我在发表我的功成名就的敢言 我国中的老师 我国小老师 我不会说他没有教过我嘛 都是一环的 都环环相扣 可是这些事情 是不是可以简化为林云露 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 是中国的功劳 对 坦白讲 我说靠中国 对 这两回事嘛 我这样讲 刚刚讲完姚明 我相信很多小粉红会心碎 我再讲一个刘翔 刘翔在哪里 他们不是民族的骄傲吗 第一个中国人在田径场上跑赢了嘛 对不对 在哪里 美国洛杉矶一地训练嘛 最跑最快就是美国人啊 然后呢 中国田径协会的格言叫什么 走出去请进来 什么叫走出去请进来 去外面训练 如果没办法去外面训练的话 把外籍教练请进来 那我今天可不可以说 中国体坛有今天的水准 请去谢谢美国 美国培养出来的 你小粉红又要心碎了吗 我再问 那是以前啦 现在中国已经平视西方了 没有 这一届东京奥运 中国代表团里面有30个外籍教练 19个国家 有美国 有德国 有英国 有法国 现在都是要包围中国的 想要在科技上包围中国的 你还是全部请过来当年外籍教练 到这一届的东奥 尤其是田径项目 尤其是田径项目 一大堆外国人 尤其是美国人 在那边教中国人 手把手教中国人怎么弄 那今天中国的夺牌 我会说你这是靠美国的吗 没有人这样讲 想法不能那么狭隘 我们没有要去吃人家 那你也不要来吃我豆腐吗 再来了 你尖鱼鱼鱼 如果是中国培养出来的 你要不要下一句去培养他 每天找樊盾中出来跟他对练 每天练到三年后 下一届巴黎奥运嘛 对不对 我一定可以干掉樊盾中 敢不敢嘛 不敢嘛 你现在一定防他防得很紧嘛 一定防得很紧嘛 这也是没什么好讲嘛 不要一副你们有功都是你们 好那这些我都算 我最不能接受就是说 我们拿金牌 或我们夺牌的时候 他们央视出那种大看板 狂嚇 中国台北夺金牌 哎你有没有搞错啊 吃足豆腐 对啊 你这次豆腐是吃好吃满 我们举重拿金牌 你这样吃完豆腐 在奖牌榜会算你的吗 不会嘛 所以说这些纷纷唠唠 我觉得到此为止 他们越吃他们的豆腐 反正第一件事情 我们当然提委会 我赞成提委会要回应 对 你要让台湾人民知道说 我们的选手是有在被照顾的 对不要被他们乱讲 对对对对对 第一个官方要回应 对 第一个我们作为媒体 当然要正本亲人 告诉大家 你今天体坛 本来就是互通有无 你不可以这样的宽我们 但是我们还是重点 关注在我们自己的选手上面 要知道林荫卢 他本来的生涯规划 是2024年的巴黎奥运 他自己这样想 他的教练这样想 他的家人这样想 不小心2019年才17岁 世界杯男团男单都拿铜牌 打出名号 所以这次奥运才有他的角色 所以说不管林荫卢 这次什么样的角色 其实大家更期待是三年后 你常常讲奥运一输要等四年 今年因为慢一年继续 很快 2024年就我们总统大选 光这样想就觉得很快 总统大选的那一年 林荫卢又要代表台湾出赛 那一年其实我认为才是他真的展翅高飞的时候 对的确 对的